敲门求生的鱼 家住深圳的李先生非常喜欢吃鱼 尤其喜欢吃山斑鱼 因此他经常去市场买鱼熬汤 老公,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呢? 我们好久没吃山斑鱼了 我看不如买几条山斑鱼今天晚上来熬汤吧 好啊,那你去市场买吧 我先把屋子整理一下 好的 李先生在菜市场买了四条山斑鱼 然而却在回家的途中 遇到了抱着野兔准备去放生的同事 先生,您要买鱼吗? 我卖的山斑鱼都是现拉的哦 煮汤绝对是新鲜又好吃 嗯,那帮我煲四条吧 对了,装鱼的袋子里要装点水 这样它们才不会死掉 用活鱼熬汤,味道才会鲜美 先生,您真是吃鱼的行驾 没问题,我帮您装点水 小张,你在做什么呀?你买了野兔准备回家烤来吃吗? 哎,别提了,我本来是打算把它吃了 不过,现在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呢?那你现在要带这只野兔去哪里啊? 我打算将它带到郊外去放生 啊,放生? 小张,你不是最喜欢吃兔肉的吗?怎么会突然要将它放生呢? 哎,没办法,这只兔子有灵性啊 以前我太太一直告诉我说,不要杀生 世界上的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我都不相信,直到遇到了这只兔子 我才相信我太太说的话 你说它有灵性,你怎么知道呢? 今天早上,我本来打算将它烤来吃 可当我拿着刀走到它面前时 它竟然泪眼汪汪地看着我 也不逃走,只是一边看我一边点头 好像是在求我放过它一样 啊,真有这种事? 更神奇的是,还在后头呢 我看它那么可怜,有些心软 于是便放下了刀 哪知它竟然一下子跑到了我的脚边 轻轻磨蹭着我的脚 像是在表达感谢 你说这么有灵性的兔子 我怎么能杀呢? 嗯,这的确很神奇啊 可不是嘛 所以我准备将它放生 我想我以后再也不忍心杀生了 这个小家伙真的像小张说的那样吗? 怎么听起来好像故事一样 小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哦,是山斑鱼 刚买的,准备晚上煮汤喝 我知道鱼是你的最爱 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改变我很多 小李,我劝你以后也别再杀生了 动物真的都很有灵性的 小张,鱼和兔子不一样的 我可不信这几条鱼会有灵性 难不成我杀它们时 它们也会流泪? 鱼生活在水里 就算它们流泪 你也看不见啊 可不是嘛 我倒要看看 如果它们真有灵性 会有什么表现 李先生带着这四条鱼回到了家 当晚,他就把其中两条给杀了 煮了汤,和妻子两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老婆,鱼买回来了 快拿一个桶子来装 好的 老公,你怎么买这么多啊 今天市场里的山斑鱼非常新鲜 所以我一口气就买了四条回来 看你一副快流口水的样子 你把鱼杀了吧 杀好了我就给你做鱼汤 嗯,老婆 你煮的鱼汤最好喝了 真是百喝不厌啊 好了,你快喝吧 喜欢喝的话明天再煮 厨房里不是还有两条鱼吗 嗯,好 明天我就再吃一顿鱼汤 晚上 李先生夫妻二人正在熟睡时 恍惚间 李太太听到了卧室门口 传来一阵阵 咚咚咚咚的声音 啊,什么声音呢 老公,老公,你快醒醒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 哦,看来家里又有老鼠了 那一定是老鼠在捣乱 快睡吧 那阵阵声响一直没停过 不像是老鼠发出的声音 于是李太太再一次叫醒李先生 哦,老公,你醒醒了 那个声音还在响 好像不是老鼠发出来的 啊,还有声音 我去看看 李先生打开房门后 惊讶地发现 发出声音的不是老鼠 而是当晚留下的两条山斑鱼 它们的尾巴一摆一摆的 啊,这是怎么回事 老公,怎么了 你看 啊,原来是这两条鱼在搞鬼 半夜三更的 竟然从桶子里跑出来 于是李先生将那两条鱼抓住 重新放回桶子里 这次他夹了个盖子 我看这样 你们还能不能跑出来 老公 你再把砧板压在盖子上 这样一来 他们应该就跑不出来了 嗯,好主意 好了,这下子 我看你们俩就没办法捣乱了 老婆,走,回去睡觉吧 然而,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刚刚睡着的李先生和太太 又被一阵阵咚咚咚咚的声音吵醒了 嗯,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是那个声音 该不会是那两条鱼又跑出来了吧 不可能吧 我们已经将桶子压住了 我还是去看一下好了 当李先生再次打开卧室房门时 不由得大吃一惊 原来还是那两条鱼 正在用尾巴敲着卧室的门 啊,怎么会这样 天哪,怎么又是这两条鱼 是啊 难道这两条鱼也是有灵性的 嗯,是啊 卧室离厨房那么远 这两条鱼挣扎着跑过来 不敲别的门 敲的偏偏是我们卧室的门 这实在是通人性啊 难道这两条鱼也知道 为自己争取生命权 我看是这样的 他们俩是想恳求我们 饶他性命啊 我想是的 今天我遇到小张 他说兔子通人性 流泪想求他不要杀他 我听到时还不太相信 现在看到了这两条鱼 我想动物全部都是有灵性的 老婆 我们把这两条鱼拿去放生吧 嗯,好的 那就放了他们吧 李先生再次将那两条鱼 放回厨房的桶子里 并对他们俩承诺要放了他们 我明天就将你们放生 你们可别再跳出来了 当天晚上 那两条鱼果然再也没有跳出来敲门了 第二天一大早 李先生便遵守自己的承诺 将这两条鱼放生了 动物真的都是有灵性的 这两条鱼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命权 竟然两次敲门求生 真是令人感动啊 从那之后 李先生就再也不杀生了 这两条鱼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命权 这两条鱼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命权